目前清水无期地区已经刮起至少是十几以上的强阵风 台电台中驱逐人员到临港路七段西部滨海公路这边调来机具 冒着强风爬上电杆 清洗电杆上的爱子 因为碰上近来这种风大却没有下雨的时候 大量的岩城随着强风吹袭 附着于电杆上爱子的表面 虽然溃陷源头有电 但是岩城附着就会让电流外泄产生火花 导致电力设备故障 没有办法正常送电 所以台电超前部署清洗爱子 来听听看台电的说法 台电表示去年十月小犬台风过境 张云加沿海地区因为强风无雨 引起严重的严惩害 导致部分沿海地区的供电大受影响成为特殊受灾户 因此趁着台风来临前投入庞大的人力物力 预先防范不敢松懈